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说了,这个哥哥,应该我们不是说了,是准备说这位哥哥 这位哥哥,两个国家都要wanted 要他,要通缉他 当然亦都要引导他 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曾经是自称巴西人 其实他是俄罗斯人 这个哥哥,他就是相当特殊 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都想引导他回本国受审 现在有个国家相当地压力大 就是巴西了 巴西将被卷入这个国际换筹谈判最重要一环 因为你放给哪个国家,那谁就有筹码 原来拜登就想用这位哥哥,换回《华尔街日报》那位记者 那普京呢? 他就当然不会让你这么做 这位间谍嫌疑人 是美俄达成换筹协议一个重要的潜在候选人 现在劳拉 即是巴西的左翼政府面临着 美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压力 最终结果会导致《华尔街日报》这位记者 Krashkorich 究竟可不可以回回美国呢? 上次那位意大利不见了俄罗斯人 不用想了,回到莫斯科 令到拜登很生气,撑上你,你回来这么刘的 叫你看过来都提不住 比茨奇你拿 拿到整个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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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又叫做切尔卡索夫 美国和巴西都说切尔卡索夫在华盛顿 是冒充一名 叫做废雷拉的巴西学生 为俄罗斯... 很年轻的 是的,很年轻的 其实也不是年轻的,他三十多岁 你看这张相片 相当年轻的感觉 这张相片是十年之前的 因为很多人没见过他真样,很久了 这位阿哥 巴西和美国说他为俄罗斯提供针对西方的间谍服务 这位37岁的切尔卡索夫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就是俄罗斯菲尼加利尼格纳人 去年在圣保罗被捕 就说他偽造巴西身份文件罪 被判在巴西服役15年 美国警方就说 不行 美国警方和切尔卡索夫都对巴西的判决提出 出上诉 当然两个当然是不同 美国就希望延长刑期 他的律师就希望减刑 俄罗斯就要求引渡 切尔卡索夫 究竟是救他 还是真的要抓他 因为俄罗斯就说 切尔卡索夫都是wanted 都是通缉的 因为他是买买胡椒粉 巴西最高法院 原来3月17日就有条件同意 在巴西完成对 切尔卡索夫 涉嫌间谍活动所有调查之后 但是和尼律巴西站在哪里 就打算把他送回俄罗斯 所以现在华尔街日报 就爆了这条料出来 为什么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不是送到美国 送到美国就让我们换筹了 但是美国 之后就公布了针对 切尔卡索夫的指控 之后就在3月29日 俄罗斯安全部门 拘留了 华尔街日报记者 格萨科维奇 当时格萨科维奇 就是在俄罗斯的 叶卡哲林布报道时就说他是间谍 当然这位哥哥是美国公民 俄罗斯就说他是从事 间谍活动 他也是华尔街日报的 记者 华尔街日报和他本人 还有美国政府都是否认的 说他没有做过 被拘留期间 他的身份 当然 大家都知道 现在 现在就希望找一些可以和他换筹的人士 因为 现在拜登已经准备 转换选举了 如果他可以将这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拿回来 你不要忘记华尔街日报是右派媒体 他会不会对拜登稍微 写好一点 我相信不会 因为梅度这个人都知道 其实他有些东西 觉得你帮我做了些东西 我都不会写到你这么臭 还有华尔街日报一向来说 扮中立都扮得挺好 当然 关键时刻他会出手 切尔卡索夫 是美俄达成换筹协议的潜在人物 前提是他 依然是关于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 美国就有办法将他 带回美国 带回美国 那就可以换筹 但是 巴西政府后来就说 我们重新考虑 将切尔卡索夫引导到 俄罗斯的这个决定 辞开放态度 后来他就 认识得这么严重 如果将他引导回去俄罗斯 那便可能得罪美国 当然你说巴西是不是很害怕得罪美国 那又不是 但是他就想站在中间 会最后是两边都不给呢 更严重啊 为什么 两边不断施加压力给你 那倒是 你如果给事但一边的话 起码都是一边的压力 是 还是劳拉跟普京谈一谈 但是普京 邀请劳拉去 劳拉又不去俄罗斯 大佬 你夹在中间很难搞的 是真的很难搞 其实现在 全世界都是 有两个夹在中间 一个夹在中美 一个夹在美俄中间 是吧 都相当难缺责 另外讲开间谍 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安全及防卫论坛的时候 其实来自世界上 大概二十几个国家主要情报部门的高官 亦都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你知不知道这个香格里拉论坛 台湾地区叫什么 香格里拉 上格里拉 不是叫香会 什么 香会 即是香格里拉全部 全部省略了 只是会议 香会 是啊 我打算是什么 会社 什么会香 他们就会香 省字省到 有次节目都讲过 他们省到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汪友都经常说 真必师弟不讲刀羹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来自其他地方用中文 人士应该刀羹 也不太知道说什么 刀施羹生 市区重建 你说市区重建 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 硬硬明了 你说刀羹 刀羹什么刀羹 你以为吃了什么宿位羹的 你以为 来自世界 上大约 二十几个国家的成员 主要 这些都是 主要的情报部门的高官 在 新加坡举行这个论坛 进行一次秘密会议 新加坡 流出来的消息就说 这类会议其实是由新加坡政府组织多年来 一直在安全峰会旁边的一个 他的场边会议真的是官方 不是台湾那些 在旁边的一个单独地点秘密进行 这些开会的人是不会被报道的 美国的代表 原来就是有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 有的 当然 亦都是有其他国家的人 中国亦都是有人派人参加的 还有印度 印度的海外情报局 当然亦都是派人参加 这次的会议其实是国际影子会呈的 议呈的一个重要安排 因为 涉及的国家好港 而且 角力都很强 这个不是一个聚会式的节日 而是一种 促进更深入了解 情报安全和底线的方式 大家都说大家底线 你说每个国家会探 会探 对方的情报当然会有 盟友都会探 美国之前就是 情报部门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潜规则的 当更正式和公开的外交变得困难时 他们就通过情报系统 去划算 在这个那么紧张的时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而这次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的秘密会议 亦有助于促进这次的滑船 会议这次的文化结议的会议 那麽就直接在香港神称的 t 会议的会议 是许已经很严重的 和分享广泛情报 是文明的,他们经常见 其实情报界的大型会议很罕见 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过 虽然新加坡有讨论其他议题 但这个议题他讨论很少,因为比较敏感 俄罗斯在出兵乌克兰之后更加敏感 情报部门开这次非知识会议也挺重要 不过媒体说没有俄罗斯代表在场 嗯,当然啦 另外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亦出席了这次乡会,即是乡格里拉对话论坛 但他自己说我没有参加情报会议 咦?这样为什么不出来吵? 另外会议的基调就是协作和合作而不是对抗 主要的安全对话当中来自49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 其实就是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全体会议 以及在这个,你有没有去过? 这个很大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是吗? 主要是住不起啊老闆 没事了算了 举行闭门的双边和多边会议 澳洲总理 艾博连发表主题讲话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还有就是中国防长李尚福 还有英国防大臣华里士 日本、加拿大、印尼 南韩代表也有发言 其实都是那句有得谈好过没得谈 实际上你说每个国家有没有互相刺探情报 绝对是有的 绝对是有的 当然有时候大家都有一些东西 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东西都有一条底线 你看到这里好了 不要再来了 不要再来了 另外有一宗案件就是 这个皇友炒得派派洋洋洋 就是三人 有三人说他们做中国间谍 对不对 记得吗 有些叫做美国人士 好像是有美国的人士就说他做中国间谍 最搞笑的是 这个是这个《事由老周》电台 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的场备管理人越来越深 场备管理好像美国最出名 是的 是的 又是指鹿为马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